10月1日,万众期待中,勒布朗·詹姆斯迎来在胡人生涯的首秀,胡人正式开启詹姆斯时代,只打了半场的詹姆斯轻描淡血,拿下了9分3来把三助攻的数据,詹姆斯引起了所有人的目光。 但场上更厉害的却是被外界调侃的胡人四怪龙多,麦基,却蒂芬森和比斯利,詹姆斯给四人组合起了个名字,妈组合,被误解,被低估 underappreciated,有决心determined,有救命调侃这是胡人混不变组合,从本场比赛的表现看,他们却是被误解,被低估了,四位争议新元和坎35分15篮板13助攻, 成为胡人队场上的大腿,四位球员中,龙多和麦基代表胡人首发出场,发挥经验,麦基化身柄黄轰下17分7篮板,两项数据同为全队最高,龙多2分7篮板11助攻,这是很龙多式的数据,11次助攻全队最高,两人包篮球队得分王,篮板王,助攻王。 本场比赛,麦基将自己的特点,方辉的淋漓尽致,20分钟的时间内始终把高效砍向17分,很好的完成了终结进攻的任务。 在龙多和詹姆斯两大传球高手身边,麦基平平吃饼,多次爆口还翻全场,他出色的终结能力成为龙多和詹姆斯的最佳搭档,龙多除了送出全队11次助攻外,还冲当了场上教练的角色, 比赛中几次将队友聚在一起叮嘱几句,詹姆斯听了龙指导的话,也频频点头,师弟分色在上半场打得很纠结,与龙多和詹姆斯同时在场时,打无球的师弟方会一般。 第三队比赛,龙多和詹姆斯休息,有球在手的他打得自在了许多,几次单打很惊艳,单截得到8分送出两次助攻,全场贡献12分2助攻,替补出场的比斯里有些不走运,刚上场就命中一记3分,在随后头部意外受伤下场,只打了6分钟。